精彩内容继续 村民们继续用糯米攻击他们 但糯米洒在他们身上 对他们一点作用都没有 还不等他们疑惑 那些僵尸就冲进了人群见人就咬 就像狼入羊群一般 整个村子上千口人 没有一个有办法挡住僵尸 不断有人被僵尸咬死 大家纷纷往山洞祠堂里躲 就在这即将被灭村之际 突然出现了一个道士 他三下五除二便打退了那些僵尸 凶残的僵尸在道士面前 就如同纸糊的一般毫无还手之力 依依被道士制服 不得动弹 道士正要烧掉那几具僵尸 地下突然窜出一只僵尸 它一出现 就将那几只被制服的僵尸的精气吸光 使它们成为一堆堆灰烬 地下窜出来的僵尸穿着一件深锈的古代武将盔甲 头盔下面的脸已经腐烂发青 戴双眼 却是血红色 嘴里呼出的气是浑浊的 一看到这僵尸 道士的脸色都变了 说了一声 千年僵尸王 道士和那千年僵尸王一交手便落入了下风 道士的各种手段都不起作用 完全不是对手 几番打斗之后 竟被僵尸王给打得吐血 眼看着道士就要死在僵尸王的手里 远处山上突然飞来一只巨大的鼎 一下把僵尸王砸倒在地 一个镖形大汉从山里跑了出来 刚才的鼎便是他扔过来的 他是道士的悲鼎奴隶 道士割开自己的手掌 将鲜血擦在顶身上 然后拾起法来 此时那三五百斤的巨顶 突然像是有了生命一样 不断地主动撞击着 冲上来的僵尸王 每一次撞击都似有上千斤的巨力 局面瞬间反转 僵尸王没有了还手之力 甚至于想要逃走都没有机会 僵尸王被撞到没有了还击之力后 巨顶便落在了地上 落地的那一刻 幽如地震一般 道士盘坐在地上 口中念念有词 突然 从顶口处 窜出一条条泛着黄色光芒的细线 将僵尸王全身包裹住 然后收进了巨顶之中 顶中 传出一阵剧烈的碰撞声 不过很快 碰撞声便消失了 顶口冒出一阵金光 之后便归于平静 扛顶奴隶将道士扶了起来 道士示意奴隶 将顶再次扛起来 可奴隶却无法再扛动了 道士无奈地叹了生气 便叫村民们一起帮忙 十六个壮汉子围着巨顶一起发力 却依旧无法抬动那只巨顶 道士说 这时僵尸王的怨气太重 导致巨顶变成了千斤之重 如此重的一只顶 就算是项羽在世 恐怕也奈何不了它 道士见这顶 是不可能带走了 便勘查了一下全村 最后决定将巨顶 沉入村前的河里 第二天 村民从山上砍来四根长而粗的树干 将树干横着架在四条腿旁 村里力气最大的一些人一起抬 才将那巨顶抬了起来 在众人的河里之下 终于将封印了千年将尸王的巨顶 沉到了村前的河里 道士在河边摆了一个灵台 祭祀整整三天三夜 才结束 为了守护这个巨顶 道士和扛顶奴隶 便留在了村里 讲到这里 方建林停了下来 我们俩不由地对视了一眼 彼此都知道 对方此刻所想 那巨顶 封印了千年将尸王后 重打几千斤 要五十个壮汉 才能扛得起来 而我们这里只有三个人 根本不可能扛得动 现在 士知道了宿魂顶的下落 可这对于我们来说 还不如不知道 方建林说道 五十人才能扛动的顶 咱们怎么从河里面弄出来 我也是难住了 之前想到宿魂顶 可能会比较大 比较重 不方便搬运 但我想 只要找到了 完全可以 从医院 把徐晓碧带过来 可现在 那东西出乎我意料的中 而且还沉在河底 几百年过去了 淤泥都把它给埋了 以我们三个之力 根本不可能弄出来 我问道 在水底下重塑灵魂行不行 方建林摇了摇头 在水里面 鲜血根本摸不上顶身 也就发动不了塑魂顶 而且 万一有个小鱼小虾 进入到顶内 那很有可能出现差错 这该死的道士 放哪里不好 你就是挖个坑 埋了也好啊 干嘛非要沉到河底去 这不是坑害了我们吗 我看向一直没有说话的林逆天 问他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把顶 从湖底弄上来 林逆天说道 神物封印妖魔鬼怪之后 会逐渐将其吞噬 最后彻底消灭 这塑魂顶封印千年僵尸王 已经快四百年 一具千年僵尸王 应该早就被消灭了 塑魂顶也应该恢复到了 原来的重量 村志里记载 道士有一个专门的背顶奴隶 就算是俄国大力士 要想背这个重物 翻过牛角山 那东西应该不会超过三四百斤 三四百斤 要想从河底的淤泥中捞出来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况且我们只有三个人 不过下死劲 应该能弄出来 我说道 咱们三个人在水里 每人抬一百多斤 应该问题不大吧 方清凌突然瞪了我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你这学霸就是个书呆子吧 速魂顶那么大的一个东西 它的容量肯定不小 灌满水后的重量可能要翻倍 那就是七八百斤的重量 还有 河底全是淤泥 咱们根本没有着力的地方 怎么用力 这话一说 我好不容易有点信心 现在全被打击完了 水和淤泥是最大的阻碍 我大脑迅速地转动起来 使劲地去想自己学过的知识 怎么样来解决掉这两个阻碍 我说道 不管有多难 咱们都要把速魂顶 从河底弄出来 一旁的林逆天突然说道 你们可能忘记了一件 更重要的事情 我和方亲领立马 将目光头向他 他淡淡地说道 速魂顶是神物 常人是看不见他的 我优如遭了晴天霹雳一般 居然忘了这一茬 只有非常人 才能看见神物 取一件看不见的东西 本就很难 现在还要在一条上百米长的河底 找一件看不见的东西 这东西还有可能 已经被淤泥彻底地掩埋了 这种几率可以说是零了 连找都找不到 又何谈从河底将它捞出来 我有些不甘心地问林逆天 那个道士能看见 并且使用速魂顶 就算他是非常人 那他的背顶奴隶 总不至于也是非常人吧 还有 五十个村民 他们也能看见速魂顶 不可能这个村子 随便五十个力气大的人 都是非常人吧 这就说明 有什么方法 能够让常人也看见神物 林逆天淡淡地说道 确实有 我心里一激动 这林逆天明明知道 有办法可以让常人看见神物 还藏着不说 非要我想到这一层 他才提 我问道 你快说 什么办法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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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